好了,可以了,放入烤鱼 放入烤鱼 因为鱼鱼很容易烂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鸡蛋茄汁黄花鱼 美菜很清晰,又清甜又美味 配料有洋葱 洋葱要一半,不要浪费 一只蕃茄,两只鸡蛋,有些姜,葱,有些茄醬 待会先处理黄花鱼 黄花鱼也要腌一下它好些 这两条黄花鱼我刚刚买回来的 买回来也没有半个小时 它是很新鲜的黄花鱼 你看它的肚子实实正正正就知道了 加加工,因为它刮的味道很干净 抓住来刮一刮,还有很多鱼 这些鱼的头顶也有鱼 面猪也有鱼 刮一刮它,好,就干净了 清洗一下它 到有一条血腥线,刮下去 这条血腥线一定要清掉 这条血腥线,这条很腥的 然后就是头的这个位置 这条血腥线接触的位置 这些红色就冲净了 这些黑色最好就撕掉它 冲净它就很干净了,一冲净它 这条血腥线很容易熟很多了 也入味,我们现在用盐去 3分1茶匙的盐在这里 我腌了之后就不需要洗的 就这样去煎就可以了 先腌一腌它,里面也放些盐 好,OK了 洋葱要一半就可以了 就这样切一半 撕掉它 一层都撕两层 你首先要洗掉它 洗掉它,等它吸收水分 它才容易撕掉 切成丝就可以了 先把它放在下面 先冲一下,先拍个头 把两个头切出来 好 冲和糖放在这里 姜 改一下刀 OK 把番茄丁切出来 我们的番茄 把番茄丁切成条 把番茄切成条 切成条 放下来 鸡蛋 鸡蛋 简盘好漂亮 把鸡蛋打开 才抑制 它就够了时间 层质有一定的水分 我们吸干表面 吸干一下水分 不要让它那么大 把它放下 我们把面粉放一下 如果我们煎的时候 比较容易煎 皮不会滑 也都香 兩邊都要放 放些下去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好 燒熱鍋 鍋熱放入 放小鍋不要太猛 鍋已經夠熱了 一下子太猛 太熱 皮會爆開 就不會太漂亮了 放下去 放下去 有油的地方 放下去之後不要動 要弄 用中火煎就可以了 不要這麼大火 有分幾小時就可以動 已經來鑊了 煎一下 倒現在就分半小時 按下它 別變滑 連魚味也要煎一下 好 煎了兩分半小時 就可以把蛋放進去 要爽手一點 蛋不要慢 把它們把它們攪拌 都攪拌不出來 慢慢來 煎得很漂亮 煎得很漂亮 一定要有油素 按下它 別給蒜 魚尿 魚尿 這些都要煎下去 魚頭也要煎一下 薑啊 蔥頭啊這個時候放進去 好了 關火 好了 關火 放進去 放進去 好漂亮 來 好了 接著開火 把洋蔥放進去 煮一下 把洋蔥炒一下 炒上洋蔥 好 我把它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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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少许水 放少许蕃茄酱 水一定要放够 煮汁 加入滚水 将蕃茄煮烂 煮一会儿 蕃茄和洋葱过去煮 炒一个滑蛋 锅热放入 放入蛋 大火 转到 不用转那么快 慢慢转 关火 看到蛋仍有少少测 可以加关火 滑蛋 把蕃茄转过来 放少许蕃汁或蕃油 少许蕃油 放少许蕃糖 放些微腍 微腍很甜 这个是生粉芡 大号芡 鸡蛋 倒入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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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鱼 继续回锅 煮一煮 煮一下就可以了 哇 这碟鱼很大碟 这碟鸡蛋 葱花 是熟油 可以生油 放少许蕃油 放少许蕃油 可以了 关火 就这样倒出来 因为鸡蛋很容易烂 黄花鱼也没有骨丝 因为鸡蛋好嘛 超好吃 那今晚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